你知道老年痴呆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吗 这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年迈老人 突然有一天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奇怪的事情 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家里 声称是他的女婿 而家里的布置和他记忆中的不一致 最可怕的是 面前的女人声称是他的女儿 但他却压根认不出他 熟悉的面孔 陌生的人 熟悉的人 陌生的面孔 老人被迫接受这一切 陷入了一个黑暗而封闭的循环中 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 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增加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这些人会混淆时间和空间 将记忆和幻想随意拼凑 就像枯萎的大树一样 他们的记忆像叶子一样凋零 表面上看 安东尼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老人 身体健康 精神状态良好 只是有些异怒 他的女儿安妮最近得知消息 安东尼又气走了家里的护工 骂对方是little bitch 还威胁说要动手 但当安妮质问他时 他却不承认 一个劲地说护工是个小偷 偷走了他心爱的手表 安妮对此感到无奈 显得有些心理交瘁 因为她知道 手表并不是护工偷的 这只是父亲编造的借口而已 她让父亲去浴缸下找找 那里是她经常藏规重物品的地方 父亲听后变得警觉起来 问她怎么知道自己藏金库的位置 说完便匆匆忙忙跑去检查 还不忘把门给关上 过了一会儿 她又平静地坐回沙发上 手腕上戴着那块被偷的手表 父亲确实冤枉了护工 但仍然死鸭子嘴硬拒不承认 安妮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父亲 告诉她自己打算搬走 离婚五年后 她遇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计划去巴黎开始新的生活 尽管他们之前 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 但父亲似乎还是第一次 听到一样感到震惊 她先是愤怒 然后又变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父亲失魂落魄地站在窗边 目送着女儿离开 从那时起 各种莫名其妙的怪事开始接连发生 首先是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男子 对方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 并声称自己是安妮的丈夫 父亲感到震惊 难道女儿没有离婚吗 更何况她的女婿压根不长这样啊 但是对方非常理智气壮 父亲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打算等下问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谈话中 女儿安妮回家了 但她的样子与之前拜访自己的那位 长得完全不同 父亲这下彻底慌了 安妮 我在哪里 我在这里 如果眼前站着的是她的女儿安妮 那之前出现的那个女人又是谁呢 难道有什么阴谋 尽管父亲感到困惑 但她还是勉强挤出了笑容 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 接着女婿去厨房做饭 父亲坐下来和新女儿聊起天来 问她什么时候在婚的 自己怎么不知道 女儿听后一脸猛 说自己离婚后一直是单身 哪来什么老公啊 父亲说你在开玩笑吗 那厨房里的男人又是谁啊 你刚刚还把肌肉递给他了呀 说完 他气冲冲地走进厨房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真是见鬼了 大白天的这个人怎么凭空消失了呢 到底是怎么个事啊 这一连串的怪事真要把父亲搞疯了 过了一段时间 之前的女儿安妮又出现在家里 身边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安妮对女孩说 父亲出了一些问题 需要有人照顾 但她不太好相处 之前赶走了好几个护工 所以女孩要小心 在谈话期间 父亲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她一反常态 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家里来了位年轻漂亮的女保姆 老爷子开心地向着孩子 一直抓着她的手不肯松开 尽管她之前是一名程序员 但她却坚称自己是一位舞蹈家 并且坚持要当场为保姆表演一段舞蹈 保姆悄悄告诉安妮 老爷子也没有她所说的那么难相处啊 而且还相当有魅力 安妮只好尴尬地回答说 不出所料 老爷子的情绪突然转变 指责女儿以照顾她为借口搬进了她的公寓 实际上是图谋夺取她的财产和房产 老爷子越说越过分 让女儿断了这样的念头 因为她有信心能活到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一天 安妮听着父亲的话 几乎快要哭出来 她感到非常委屈 实际上是她为了照顾父亲 让她搬进了自己的家 但她不但不领情 还胡乱猜忌 对她恶语相想 在深夜里 安妮悄悄推开父亲的房门 坐在床边 温柔地抚摸着父亲脸上的岁月痕迹 接着 也许是因为绝望让安妮产生了一些阴暗的想法 也或者是出于对父亲的心疼 她希望父亲能早日解脱 然而这只是安妮转瞬即逝的想法而已 现实中的生活还要继续 尽管父亲情绪善变 不理解女儿的付出 安妮仍然每天任劳任怨地照顾着老爷子的起居 她还带她去医院进行治疗 老爷子对此感到困惑 觉得自己身体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问题 当医生问起她的出生日期时 她还连那天星期几都能回答准确 回答完问题 老爷子还不忘在医生面前数落安妮 认为她没孝心 要抛下她去巴黎 老爷子看似头脑精明 口齿伶俐 然而医生检查完后 私下却告诉安妮 安妮这才知道老爷子得了绝症 这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绝症 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这种病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很常见 病因尚不清楚 也没有治疗方法 全世界每三秒钟 就会增加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每100位60岁及以上的人中 就有5-8位患者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64亿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患者及家属的忽视 实际的数字要远高于统计结果 当你身边的老人出现以下奇怪的行为时 请务必重视起来 不要认为只是老年人的糊涂而不予理会 例如记忆大幅减退 平凡遗忘事物 无法独自照顾自己 无法凭一己之力穿衣或保持个人一态 甚至出现严重的认知能力丧失 无法记得刚刚吃过晚饭 甚至认不出自己的亲缘 这些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表现 也解释了老爷子的猜疑和偏执 以及他所经历的一系列奇怪事件 由于记忆缺失和认知混乱 老人常常将身边人的相貌和身份混淆 所以最开始安东尼眼中的女儿还是这样的 可以转眼的功夫 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女婿 实际上是她的医生 而她对新来的女保姆很友好 其实是把她错认成了自己已故的小女儿 直到安东尼终于清醒时 发现自己身处疗养院 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抬手看表 却发现手腕上的表不见了 她又开始呼唤女儿的名字 女儿也不在她身边 她连忙推开房门 看到了之前错认成女儿的那个人 原来她是疗养院的护工 护工告诉安东尼 几年前 她的女儿决定将她送到这里 尽管内心犹豫不决 但她无法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 对于这样的选择 谁也无法苛责 因为真正的妇女情感 不该是捆绑而是羁绊 自那之后 女儿这些年偶尔会寄来明信片 还时不时前来探望她 然而安东尼对此完全没有记忆 她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感知不到许多数 甚至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 唯一能感知到的 是她珍视的那些宝贵的事物 正在逐渐从她的指缝中溜走 这一刻 她终于崩溃了 放声大哭 如果将人比作一棵树 那么记忆 情感和生命力就像树叶一样 阿尔茨海默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一点点剥夺患者的记忆 感知能力 甚至是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毫不夸张地说 83岁高龄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在电影中呈现了一个伟大的表演 真实而动人地展现了老人的脆弱与自尊 以及患者的困惑 愤怒和恐惧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是2021年 唯一在中国大荧幕上放映的奥斯卡获奖作品 也是今年值得在父亲节观看的电影 每个人都可以解读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欢迎进入阿尔茨海默病的世界 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 从了解 理解到 最终的宽恕 和解 因为时间无情 每个人都会面临衰老的那一天 电影中的故事并不遥远